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二 欢迎您收看达安邦新闻 我是主持人黄正明 今天为您报道的是 关于三家兄弟联盟组织发动的 1027军事行动的目前状况 在10月27号 称三家兄弟联盟组织的 达安民族解放军 缅甸民族民族同盟军若勘军 联合发布了代号 1027行动的一份公告 此次兄弟联盟联合发动 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 一为了保护缅甸全国人民的 生命裁决安全 二为了组织缅甸政变军 对各革命武装日夜 不间断的空袭抛袭的行为上 进行自卫反击 三联合所有革命组织推翻 缅军的独裁统治 四为了有力打击中缅边际地区内 缅甸全国范围内的电系诈骗 诈骗窝点以及他们的保护审 所以为了尽快打倒 用两国人民的眼泪建立自己利益的缅甸政变军 在10月27号凌晨4点至今日 缅甸东北部 当军管辖区 同盟军管辖区内 枪声连连不断 从1027行动开始到至今 当军与诈骗局团保护省缅甸政变军交战 11次 当军成功占领缅甸政变军的 6个重要营地 并击毙24名缅甸政变军成员 以及缴获缅甸政变军的多种武器弹药 在这11次交战中 缅甸政变军使用21次战斗机和10次武装直升机 进行激烈的轰炸 并使用50发导弹 以及多种型号炮弹支援 同时盟友同盟军若开军联合以成功占领 至少70个缅甸政变军大小局点 并击毙了数百名缅甸政变军成员 成功缴获三辆坦克在内的大量缅甸政变军的武器装备 据悉缅甸政变军还在周缅边境 123戒碑制 126戒碑之间布置了大量地雷 在此次1027行动中 蒙德勒人民保卫队 蘑菇野政人民保卫队 缅甸人民解放军 和人民解放军联合三家兄弟联盟 一同对抗缅甸政变军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要了解更多的达安邦区域信息 欢迎点赞达安邦新闻网页 我们会在每星期二晚上7点 准时为您报道达安邦新闻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